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因为一些接触史的关系被匡列 被匡列 然后被筛检以后 后来确诊是COVID的感染 所以他就住到某一家医院去做隔离治疗 一开始住院的时候 其实就除了这个干渴以外 慢慢地就开始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 他有一些轻微的腹泻的状况 住院前几天是有轻微的发烧 但是不是高烧这样子 但是在住院的第五天 也就是他发病的大概第八天左右 他氧气就开始变差 从本来不需要氧气 后来需要Canula 那在需要氧气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相对的处置 包括给抗生素等等 可是病人的血氧在两天之内 就从Canula进展到Non-regressive mask 但是却还不能很好地维持病人的血氧 所以就在经过一个转诊的机制以后 就转到从在发病的第十天 就转到我们的医院来 那这个左边的这个S光 就是他来到我们医院的 家务病房的第一天的S光 大家可以看到说他已经插管了 因为一来其实血氧就非常不稳定 就直接我们就执行了插管 然后这是插管后的第一张S光 那大家看到说他S光上看 其实就是典型的这个 我们Covie会看到的S光的变化 就是两边满diffuse的一些 比较fent的一个infiltrate 就是一些ground grass opacity在两侧 尤其是下肺液更多这样 那一开始的时候血氧非常不好 那这个住院以后的一个状况 我们这个是一个个案在我们整个 家务病房治疗过程的一个overview 那这个蓝色的线呢 这里面这个蓝色的线 其实是它的氧气的需求 那我用F-Io2来表示 像0.6就是60%的氧气的意思 呼吸器的设定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前面一开始是在外院这样子 那我现在这个时间轴呢 指的是0点是转院 从家务病房开始算起这样子 那我把它整个这个住院的流程 大概我把它大致处分成 大概三个区块 一开始是急性恶化期 准备转入家务病房 那中间就是在家务病房中间的 supported care治疗的时候 那后面就是一个恢复期这样子 那这个病人呢 从一开始进来到离开家务病房 中间插管了大概10天 那在家务病房住了13天这样子 所以整个过程是这样 那后面就转到一般 后面就转到隔离病房去这样子 那我们在家务病房里面 十五个遇到的就是说 我们会接受到 不管是急诊单位 或隔离病房 或者是其他医院 需要因为病情恶化 需要转到家务病房来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COVID的个案 比较特别的通常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 可能病人的家属 都是接触者 所以他们可能也都被隔离了 所以 那病人通常也很喘 或者状况不太稳定 不太能跟你陈述病情 所以很多的病情 其实必须要在 前一手单位 先做一些交搬这样子 像这一床也是 就是在转过来之前 就是跟前一个单位的医师 先电话脚板这样子 那一些病情解释 跟同意书的签署等等 也会遭遇到一些 因为这个隔离跟传染 性疾病的一个问题 那各个单位 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 一个状况 可以把这个流程都先写下来 这样子 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在 病情上的处置 就不会为了这些 其他的这些文书啊 等等一些状况 受干扰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说 在转入过程中的 一个氧气治疗 也要做一些规划 要跟前一个单位 做一些联络这样子 那像这个个案 我们知道说 它要转过来之前 那其实已经用到 很高的氧气 需要non-rebracing mask 而且血氧 只能维持在勉强90出头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 转之前就已经 就已经请 这个我们医院的麻醉科 因为在我们医院 执行COVID的插管 是由麻醉科专家来进行 那请他们待命 然后也想定了 可能甚至会用到 prone或用到agmo 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其实有做一些 就一些规划 那就让病人 在加完班以后转过来 那果然过来的时候 是血氧是非常不稳定 所以就立即的 就进行插管的动作 先稳定这个 这个呼吸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看到说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COVID的一个进展 它就是在恶化期 大概一周左右会忽然 这种重症的个案会发生 急性的氧气变差 然后插管以后 可以获得初步的稳定 这是镇压呼吸产生的效果 那后面这一段 就是support care 要处理的部分 那我们就要使用一些 COVID专一性的药物治疗 然后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些自然病史 才知道说 我们这个疾病到底 会怎么变化 那中间有一大部分 是支持性疗法 像我们目前的经验看起来 其实这个初步稳定以后 病人会有一段时期 也许是三到五天 看病人的严重度 他的氧气的进步 会变得非常的缓慢 会变得非常缓慢 那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要有一点耐心 度过这个 就是support care 要度过这段时间 然后有时候 对primary care来讲 如果你一开始照顾 就遇到比较严重的 你会可能会有一些 会担心说 怎么病情一直焦灼 不情 这个在中间其实会遇到 那后面就会 过了这个焦灼期以后 它就会 会进步得比较快 氧气就会进步得比较快 那这进入 WINING的一个状况 那但是有的病人 因为这个 一些并发症等等 后面可能会有需要 人家照顾的问题 所以在WINING的过程中 在准备把管的过程中 就可以开始考虑说 后续如果转到病房 一些照顾的问题 那个可以做一些规划这样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很关心的 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 这个低血氧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是 COVID的病人 住到ICU最常见的 indication 就是氧气无法支持 就是无法维持足够的氧气 这样子 那这是左边这X光 是我们这个病人 实际第三天的状况 那有时候你乍看之下 会觉得说 X光好像没有到那么严重 因为它都是一些 Ground grass opacity 但是血氧就很差 我相信很多照顾的伙伴们 都会知道说 有些COVID它其实X光看起来 相对干净 但是临床上血氧真的很差 那所以在过去 这国外的经验里面 其实对这个COVID的低血氧 已经做过非常多的研究了 那关于说 它有一些特别的特色 跟其他的 包括跟influenza 或跟其他细菌性肺炎 产生的ARDS等等 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 那我这里把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个information 截录在这里 就是说它造成低血氧的激转 其实有好几种 那包括第一种 就是说这个病毒产生的一个 肺炮发炎的破坏 就是这个其实第一点 就是比较像我们传统的 ARDS的mechanism 它是一个diffuse alveolar damage 就是产生 破坏又产生1D 这是最常见的 这个是我们之前ARDS 最常见的一个mechanism 但是这个SARS-CoV-2 应该有点特别 它经过这个ACE2 receptor 进入到细胞 在像我们的内皮细胞 血管内皮细胞 都有很多ACE2 receptor 所以它其实也会引起 一些血管的发炎 那这种重症的病人 产生的血管发炎 会有在肺部 会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就是它可能会影响 这个我们本来 肺部自然的激转 就是hypoxic vessel contraction 在低血管的地方 其实它血管应该会收缩 可是因为血管发炎的关系 它没有失去这个机制 但香蹄就会变严重 所以就是会产生一个 血氧很差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会产生 内皮细胞发炎以后 会产生所谓的 有的学者把它称作 是immunosomosis 一些发炎 造成了血酸的反应 那这个跟我们 传统在重症里面 知道的说 因为一些defensomosis 然后漂移到肺部 这个意思是不太一样 它是很多 包括小血管 都可以产生这种microsomosis 这个也会影响 这个血氧的状况 那我们实际上会遇到的 病人的状况 其实每个病人都不太一样 它有的是以 这种alveolar damage为主 有的是有比较明显的 shunting或somosis的状况 所以它是一个 临床上是一个spectrum 那这个spectrum的两端呢 过去国外的学者呢 其实有人把它做一些分类 就是分成所谓的 就把它分成所谓的L-type 跟H-type这两种点型 这两种极端型 那左边这个H-type 就是我们传统的ARDS的状况 大家看到说 dependent part就是有一点 consolidation 那有一些GG 那最靠近负面的这边 就是比较好的浪 那左边这个L-type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这比较 COVID特殊的一个样态 其实它也可以看成是 COVID的pneumonia这样子 那它当然里面 因为这些Angiopathy 跟Microsomosis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影像中看起来 相对好像legion不多 看起来S光应该还好 可是血氧也是可以很差 这血氧也是可以很差 那这个L-type的意思 它是把它取说 因为它是Law Elystens Elystens是我们所谓的 肺素因性compromise的导数 所以意思是说 这种L-type的 其实肺的弹性还不错 所以有照顾过的同仁 应该也都知道说 其实有些病人 他真的O2很差 但是compromise还好 跟我们常见的ARDS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那这些病人 有些讨厌的地方 就是他有时候 对PIP的反应不是很好 这样子 下一张 下一张 所以这个病人开始治疗以后 因为这个急性 前面这几个时间 氧气恶化的时候 其实从过去的研究知道说 这个磁器确实就是一个 高度发炎的时候 就是因为宿主对于 要清除这个病毒 产生一个发炎反应 那这个发炎反应 表现在临床 其实就是发高烧 像这个病人一来的时候 其实是快接近39度血 那急速的低血氧 在入院前 入ICU前的两天 就是氧气快速恶化 这样这是反映 他的肺部的伤害 那除了临床表现以外 我们从生物指标 这生物指标 其实有非常多 那临床上 我们现在可操作的 大概是比较简单的 是可以验这个CRP 因为这些发炎 其实跟这个IL-6 这个passway很有关系 但不只是IL-6 那我们因为临床上 除了研究以外 临床上很难验这些指标 所以我们会用它下游的一些 发炎物质来侦测 包括CRP ferritin跟fibrenogen 这些来做 做侦测 它的这个病程走到哪里 这个发炎指数 发炎的现象 到底下来的没有 那因为另外就是 因为刚刚讲到说 它这个疾病有特别的 这个immunosymposy的现象 所以我们会去监测 它这个血栓 包括DIC profile的变化 因为它有时候前面初期还是正常 但是在这个发炎反应出来的后几天 就会产生很明显的这种血栓的反应 那针对于这些状况 我们做的大概就是抗病毒治疗 那然后发炎过头 比较发炎比较严重的 我们会进行一些发炎调解 那这个概念上可以了解 但是操作上其实 其实就是目前就是照该赖的指引 因为这个每个病人的发炎反应 强弱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们也不是要完全 抑制掉所有的发炎反应 因为这些发炎反应 也是清除病毒的一种过程 那另外就是需要一些 抗血栓的治疗 那很重要很重要的 除了给这些药以外 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做好 我们平常在做的 supported care的一个治疗 那这里有特别两点 我特别提出来 这个也是在一些重要期刊的review 里面有提到的点 就是因为这些血氧不好的病人 我们常常会希望 执行一个dry lung的一个动作 就是希望那他的IO可以负平衡 这样就是把病人脱干一点 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是说 这些疾病的初期 这些COVID的病人 他其实前面可能 都 我们知道这COVID 也会有很多肠胃道的症状 包括拉肚子等等 所以他吃得不好 然后肠胃道流失水分 然后又呼吸喘 又发烧 其实有很多的因素 会让病人处于 dehydration的状态 那所以反而是 我们遇到的很多个案 是你必须要做一些 适当的hydration 避免他脱水这样子 那这个是特别提出来 就是虽然我们在 在低氧气的氧气不好的病人 会想要dry down 但是要记得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 反而适当的给水 是蛮重要的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个 Lung protective 的ventilation 就是这个 刚刚院长有提过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 治疗上的根本 因为肺部已经在发炎了 我们要减少它继续受伤 这样子 另外一个经验分享 就是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中间其实会有一段时间 氧气会胶着 那这一段时间 大家就是要做好 这个Lung protective 的一个动作 让他不会 破弄他的一个 呼吸器的进程 这样子 好 那实际的药物的操作 就是如这里所列的 像这个病人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他其实 他的那个PCR 病毒量的CT number 其实18 其实还蛮高的 那CRP一来的时候 见到高点 是7.3这样子 Ferritin也很高 到3000多 我们一般看到 超过1000以上 就是蛮严重的发炎反应 那他的低单 一开始其实是正常的 是到疾病的 住院的第三天 才高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他其实 这个病毒的变化 跟发炎反应的变化 跟这个血栓的变化 其实不是同步的 那一开始 变差的时候 其实在转入 家务病房之前 在外院的医师 就已经帮他申请了 这个Randesvir 抗病毒的治疗 那这个在疾病 这种疾病初期 是很重要 因为你要尽早 不要让病毒量 爬太高 免得后面的发炎反应 会更严重 那进来以后呢 因为这个 整个氧气变差状况 我们马上就给了 这个类固醇的治疗 那目前的文献建议 是用低剂量的类固醇 就是Desimensason 6mmQD 因为它是一个 长效型的类固醇 可以用QD给予 那有些 像我们医院是没有 IVFORM的Desimensason 所以这个实际的个案 它给的是Beta-Mensason 是一个很类似的 一个长效型的类固醇 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这些药 其实可以用其他 包括Methioprenicillum 或者Prenicillum 等等 做一些替代 那这个个案 比较可以讲的是说 也许 也许我们回溯来看 也许它 在氧气变化的初期 可以再更早一点 给这个类固醇 也许可以 可以减缓一些 它后来发生的 这种发炎反应 这个时间点 也许回溯来看 可以再往前一点点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病人 并没有用到Tosirilume 因为它一来的时候 是属于没有用 类固醇的状态 那我们用类固醇以后 它其实对类固醇的反应很好 那CRP很快就下降下来 那它PIC的CRP值是7.3 所以这个个案 其实是没有使用 这个Tosirilume 就把发炎反应压制下来 但是我们有其他的 蛮多的个案 其实是需要用到 这个Anti-IL-6 才有办法抑制 那这个病人 在住院的第三天 用上了这个 Anosaparin 就是Lomecure Heparin 来处理这个血栓的问题 那机械通气方面 其实就是 有做一些Celation的动作 然后PIP 大概前面几天是大概10左右 那可以看到说 病人的Comprise 其实没有很差 这样子 那病人在第十天把管 后面我们 就是用上了 High Flow Nesocannula 那使用约末两天后 转成一般的Cannula 然后就转到病房这样子 那这个是这个病案的一个 发言指标的变化 跟它病毒量的变化 那当然每个个案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我这里 这里也画一条曲线 其实是ICU住院的时间点 那前面的ICU住院之前 其实是想象中的一个level 是想象中的level 因为前面就不是 就没有data这样子 那后面就是它实际的变化 像我们从蓝色开始看 蓝色就是它的病毒量 病毒量 我们测到了最高点 就是入院那一次 入院那一次的 Sputin的PCR的CT值 是18这样子 那后面就一路往下降 所以我们推估 它的病毒量的高峰 可能是在入ICU前的前几天 然后后来引发了一个发炎反应 那病人的CRP的peak值 也是在进ICU的当天 达到最高值 就是红色这条线 那后面就是一路下降 在雷固醇的治疗下 就是一路下降 那另外就是这个 fibrinogen跟D-dimer 那通常我们这些病人 因为fibrinogen也是 IL6的下游会影响到的一个产物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 这种高发炎的个案 它其实fibrinogen都会上升 大概两三倍高 这个是蛮常见的一个状况 那可是如果这个 是比较严重的个案 它后面会 因为这些DIC的process 它后面会降得比较低 降得越低的是 outcome会比较不好这样子 那D-dimer是后续 在fibrinogen开始下降的时候 这D-dimer也在上升 这表示说这些小血管的一些 这些immunosombosis的process 在进行 所以这个病人后来用了 Kalexen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病人的变化 但是每个个案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也有遇过 进来以后 那个viral law还在上升 或者是viral law 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下降 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都有 那譬如说也有报告说 假设CRP在你治疗的 两三天内没有下来 持续往上的话 这种个案 其实死亡率是比较高 表示它的发炎反应 是过了头 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发炎反应 等等 大家可以想象说 这个背后反应了 它的一些病态生理变化 那这个是我的结论 就是经由这个个案 我们在以及过去的经验 跟文献中的讨论 我们知道说 这个COVID-19的重症 它其实常常发生在 症状发生以后 大概七天左右 当然这个有得快 有得慢 那典型的表现就是 急速的低血氧的变化 就是可能一开始不需要氧气 或者需要一点点氧气 那快速的这个 在一两天内 氧气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 这样子 那针对这些 这些比较严重重症的病案 除了抗病毒药物以外 其实很重要的是 因为它是 这些素族产生的 发炎反应的器官伤害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上 低剂量的类固醇 DESAMESA从6mm 这是一个低剂量的 一个类固醇这样子 那如果在这个治疗下 发炎反应还是比较强的个案呢 甚至必须要用到 这个Anti-IL-6 我们现在目前建议的药物 就是这个Toshilumab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这个 COVID的重症的另外一个特色 是它有一些 immunosomosis的问题 那所以常常 我们要去监测这个 这个D-diamond的level 那必须要给一些 预防性的抗磷剂 避免说产生后续的器官的伤害这样子 那当然另外就是 大家日常在做的这些 supported care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 就是体液的平衡 除了说 我刚刚特别有跟大家强调 就是说 其实在疾病的初期发炎反应期 要小心 不要过度地帮病人脱水这样子 可能会产生肾脏 或其他器官的伤害这样子 那另外就要进行保护性的肺酮器 这个是病人能康复的一个重要元素 那以上是我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